南投市公所日前依据108年内心里里民大会建议案 于日前召开内心里行政区域调整说明会 军工里及内心里 内心里三位里长都到场协调 将以张平溪小溪桥为界 军工里13、14、0、134户改编到内心里 我本身也很舍不得将13、14、0的里民 做里别上的变动 但是基于里民平常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包含在警销通报系统的时候可以及时到达做处理 在经过公所的协调会当中 我们也是以名义做一规 县议员张家哲也到场关心 并认同因为历史及道路环境的变迁 军工里13、14、0经过协调改编到内心里 有利于里长为民众服务 军工里13、14、0过去它虽然靠近我们的这个中兴国中后面的内心里 但是它是划分在这个军工里 有过去这个交通上的因素 那经过了时间的这个变迁还有这个道路的建设之后 我想这个调整是有这个必要 当然我们经过这样子的协调 然后另外两个这个内心跟内心里他们以中心路为界 这样子的一个提案也不会造成说这个里里面的互数差异过大 未来的这个每个里长可以更有效率的服务好每一个这个选民 现议员曾正言以自己曾担任里长的经验表示正同 认为内心与内心良理以中心路为界 有利里长行政作业较为流畅 我以前做里长的时候我的公文和阿伯的公文 思想会窃不住 所以说我们的乡亲在里面台湖的时候就提出 来中心路做一个理解 中心路上一里 这个中心路的一里 这样子也要查这一辈子更加一辈子 我们这个新坡有13年14年 差不多大约差不多137号 这几年后他们的乡亲也要求说 整来做内心理 因为行政上的区域和地形的观念 整来内心理这样更有作业 有关内心理行政区域调整说明会协调结果 县议员张家哲及曾正言表示乐观其成 可让未来的里民接受到里长更便利的服务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